大叔是个不赢高手 大手一挥就能抓住五只苍蝇 这满满的五代都是他徒手捕获的战利品 只要有大叔在的地方 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从他眼前飞过 菜市场的苍蝇见到大叔更是瑟瑟发抖 只见他处置目标 轻轻一挥手 直接把苍蝇送上了席间 围观群众纷纷拍手叫好 旁边卖猪肉的大哥一项试试 可抓了几次也没抓到 其实大叔是一家保洁公司的老板 抓苍蝇正是他的业余爱好 等苍蝇察觉不对想要逃走 已经为时已晚 大叔觉得还没抓过瘾 等待眼睛四处寻找 在天花板上又发现一只苍蝇 大叔扔出乒乓球一击致命 那大叔为啥痴迷于抓苍蝇呢 原来13年前 大叔正和客户谈生意 突然发现菜里有一只苍蝇 正和把客户恶心坏了 直接摔筷子走人 20万的生意就这样泡汤了 从此大叔对苍蝇恨之入骨 发誓要杀死世界上所有的苍蝇 第二天大叔就开始了魔鬼训练 为了提升速度和反应力 先打了一套无影掌 再对着树干来计全 手背更是磨出层层老箭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 大叔烈就一身不应绝技 短短半年就抓了满满五大袋苍蝇 为了了解苍蝇的弱点 大叔把它们风干做成标本 每一天拿出来仔细研究 大叔的保洁公司 还推出了一项抓苍蝇服务 接到订单后 大叔带着员工浩浩荡荡出发了 在众人的围观下 只见大叔打开几台命运器 自己则跑到一边徒手抓 大叔出场迅速 几乎百发百中 几台命运器加起来 还没有他徒手抓得多 周围商户纷纷呼掌 感谢他为民除害 大叔表示自己会再加再利 将补营的手艺传给下一代 不过要说奇人 还得看下面这个小伙 他能把各种蔬菜制作成乐器